哎呦 哎呦 各位这是什么服装新品发布会啊 哎呦 她好可爱的服装 哎 乐乐乐 乐乐 对 不要梳理他们 对啊 预备 走 怎么那么萧涩呢 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来 有请这两对 那这样二位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剧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还有他们的特点 我在戏里面扮演的角色叫颜格 然后他非常的力求完美 人如其名 那个那句台词叫怎么讲 我姓名严格 名副其实 真有这样的台词 真的很严格 他在他的工作上面要表现出一个很 他是精英 他是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然后再来是他希望在他的感情里面 他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状态 好 然后楚河这边呢 我在戏里面叫浩天 那就是 对 他是跟三千金嘛 那我是跟二千金跟大千金 然后有其人之源 无其人之福 然后每天就是要面临家庭的吵架 两个都安抚不定 就这样中日耗了一整天 所以他叫中浩天 中日耗了一整天 你很有才呢 超有才的 你上辈子一定是采访吧 好可惜 这样啊 既然二位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明星会接受媒体记者 以及访谈 对对对 我们今天就来模拟一下这个现场 好啊好啊 顺便问出很多问题 有很多都是现场还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你们肯定会感兴趣的问题 说到这个媒体啊记者经常的那些很刁钻古怪的问题 想问一下二位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就是让你们特别难以回答 难以接受的问题 我是没有啊 哦 就是什么问题你都回答来者不惧 对啊 楚河 这是你说的 OK OK 楚河你女朋友是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些问题未免太直接了吧 他是来者不惧吗 来了来了 他有权利 没有啊楚河 有权利 我跟你讲啊 嗯 你们每个人呢 分别有一次举这个囧字牌的权利 如果这些问题 你觉得实在没法回答 不想回答 你可以举囧字牌 然后这个问题就直接过过去了 既然楚河已经说了 没什么问题 是他不可以问的 那个 那个牌神 天哪 主持人竟然扔掉了囧字牌 接下来的问题 陈楚河必须要回答了 而在一旁故作严肃的邱泽 此时又在想什么 我们的主持人究竟准备了怎样尴尬的问题 两位偶像帅哥会不会现场翻脸呢 接下来您将看到 邱泽被憋无奈 首度现场 陈楚河求爱秘籍 约会果儿 邱泽唐烟 互表爱意 是否擦出 见证5000米的滋润力量 自然他 既然 既然楚河已经说了 没什么问题 是他不可以问的 那个 那个牌子 来 这个牌子只要给邱泽就可以了 楚河都不需要了 那我们就这个 对 楚河他自己说的嘛 他不需要嘛 对不对 八卦采访团今天就 直辅特正式成立 没错没错 请团长王小川发问 发问 邱泽一直被认为是 花样美男 忧郁王子 请问你怎么 看待这样一个称谓 反对 但是好像我们 私底下了解到 那时候你很多心思 其实在唱歌上面 对不对 做音乐方面 那个时候玩乐团嘛 玩乐队 对 乐团你做什么角色 因为 哇 弹吉他跟主唱 哇 有吉他和主唱 那说到这里 就真的很想听听 邱主唱的声音 哇 对 对 对 你看 邱主唱 加油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相聚离开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用吹不舍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怎么会这样的 借盘怎么回事 借盘的问题 借盘的问题 怎么回事 借盘会赔令啦 怎么回事 真的 借盘老师有时常的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下雨词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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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陪我 看 喜随 常流 好美 好美 你看看 楚河在一边着急了 楚河说 我唱歌比邱泽好很多 为什么不让我唱呢 诶 楚河 楚河 我没有说 我听到了 你也先出卖了你 对 其实要说到邱泽啊 他的兴趣爱好 还是蛮广泛的 电视机前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邱泽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赛车手 哇 哇 哇 这个职业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现在到什么级别了 呃 雷诺两生方程式 哇 这个车子0到160公里加速只要4秒 哇 那真的是 女生可能不了解男生会 急速飞车 急速飞车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有机会坐上邱泽的赛车的话 他那一瞬间加速的那种感觉 从侧面感受的话 就是那种推饼 哗的一下 速度一下就起来了 这样叫我们玩一下好不好 如果说邱泽在这边站着 来 楚河你这样 真是 来来来来 我们所有人都在 都在坐邱泽的车啊 你也是乘客啦 你也他女朋友好不好 我他女朋友 我们就他家属嘛 好好好 来来来 321 邱泽开车啦 邱邱慢一点 你慢一点吗 哇 腰好深啊 这家会多病啊 慢一点 人家会大 哇 哇 哇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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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动机要伤了 好可爱 好可爱 中文字幕——YK